这个是我用了将近4年的手机电脑 2016年买它的时候 它的定位是入门的文书机 当时我对电脑的性能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够打字做功课就可以了 所以虽然市场上的手机电脑有SSD 也有主打性能的CPU 可是我也没有选择它们 在我刚开始学剪片的时候 1080p的影片用四分之一resolution的preview 都还可以很顺畅 可是因为我的相机只是4K录影 所以可以Edit 4K的影片对我而言也变重要了 然后这台电脑Edit 4K的表现 你们可以自己看看 所以我就决定要自己组装一台Desktop 当然除了原本Laptop的性能不够以外 组装电脑的零件都已经降下来了 因为在不久前 其实RAM还有Graphic卡的价钱都上到很高很高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也算是 比较适合来组装一台Desktop 组装这台新电脑 我大部分会把它用在剪片还有做功课 比较少会用来玩游戏 所以在Graphic上面的要求不会太高啦 我会把装这台电脑的budget定在3000块 所以它可以讲算是一台比较入门的4K剪片机 我在选零件的时候 大部分也会以性价比为主 接下来就是我最后决定的电脑配置 机箱用的是Takeware的Nexus C 我本身其实没有听过这个牌子啦 因为我对机箱也没有什么研究 在选择机箱的时候 其实没有考虑把太多的budget都放在这边 我选择它的原因主要是我在上网看的时候 这个机箱它的价钱跟设计感觉起来都还不错 然后它可以装到5个风扇 这样子散热应该不会有问题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还有Dust Filter 这样可以减少进入机箱的灰尘 然后旁边这片Side Panel也是用透明玻璃 就如果有什么零件坏或者风扇已经不会转了 我就比较容易发现 然后对这个价钱的机箱而言 它给的IoPort也算蛮够的 下一个就是motherboard 用的是MSI的B450 Gaming Plus 选择MSI这个牌子主要是 上网大部分的人在建议AM4的motherboard的时候 比较多都是推荐MSI这个牌子 B450 Gaming Plus这张motherboard的价钱不会说太高 散热表现也不错 比如说可以看到有一些散热用的金属块 也有6个可以给风扇供电的pin motherboard本身的Io也是给到很多 不过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它没有USB-C 虽然如果我选比较贵一点的板就可以有USB-C 不过因为budget的关系我没有办法 然后我这次用的是第三代的Ryzen CPU 所以如果用这个主板的话会需要先自己更新BIOS 我是跟着MSI官网给的步骤做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买比较新的motherboard 你就不需要做这个麻烦的步骤 不过我这样做就可以节省一些budget CPU用的是AMD的Ryzen 53600 CPU是整台电脑最重要的部分 可以选择两大牌子就是Intel还有AMD 我选AMD的主要原因是 在同一个价钱范围里面 AMD的处理器会有比较好的multi-core表现 然后刚好大部分的剪片software 也都比较需要CPU的multi-core Intel的话就普遍上是single-core比较好 那样就会比较适合用在打游戏之类的 至于为什么我选的是这颗Ryzen 53600 主要是因为它的价钱刚好在budget里面 然后它有6个core还有12个thread 这样子对于-4K而言应该算是蛮够用的 RAM的话我会用到两个8GB的Hyper X Fury 选择Hyper X因为它算是比较常听到的牌子 因为它其实是Kingston旗下的一个牌子 感觉起来会比较可靠 而且因为它是做给gaming用的 它上面有散热金属的设计 这样子我用起来也不用担心RAM会过热 然后容易坏之类的 2666这个速度算是比普通的RAM快了一点 会选择比较快的RAM 主要是因为AMD的处理器 如果搭配上比较快的RAM 在性能方面的效果会好很多 所以通常用AMD Ryzen处理器的话 大部分都会建议用比较快的RAM 我在这边用的是两张8GB 而不是一张16GB 虽然听起来好像都一样 总共都是16GB 不过因为我用了这张motherboard 它有只是dual channel 然后我用两张RAM的话 它就可以跑dual channel memory 这样子可以提升频款 性能也会比较好 Graphic Card我用的是比较旧一点的 MSI的AMD Radeon RX 570 Armor 选择AMD而不是比较主流的NVIDIA 主要是因为NVIDIA现在的Graphic Card都太贵了 随随便便都要超过1000块 而且我大多数也都不是要用来打击 所以不会想要把太多的预算花在Graphic Card这边 RX 570虽然比较旧了一点 不过它的性价比还算蛮不错 它的性能其实是可以跟GTX 1060 3GB版本做对比的 然后在选Graphic Card的时候 其实有看到其他牌子的RX 570卖的比较便宜 像是Power Color还有Sapphire 可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对比都是讲 MSI这张的散热会比较好 它在跑高性能的时候 会比Power Color还有Sapphire的RX 570 温度低了差不多10度 所以虽然它的性价比比另外两个牌子差了一点 我还是因为散热表现选择了它 主要我也相信散热比较好代表这个零件应该比较不容易坏 Storage的话会用到SSD还有HDD的组合 分别是Corsair的MP510 还有Seagate的Baracuda 其实在上网找的时候这两款也都刚好有promotion 所以我就选择了它们 然后它们分别的性能也都不错 Corsair的MP510 读写的速度都有1秒2GB到3GB左右 这样子可以很有效加快开机还有跑software的速度 当然只有480GB一定是不够用的 然后如果买更大的SSD的话也会很贵 所以我就配了一个2TB的HDD 来存一些不需要速度就特别占容量的文件 比如说照片还有影片 HDD的话虽然速度比不上SSD 不够用来存影片这类型多媒体的file 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它们其实不太需要很快的速度来跑 然后这个Seagate的Baracuda 它也有到7200RPM的速度 所以如果我需要搬运这些资料的话 它的速度也不会到太差 另外其实我motherboard上面也还有空着的setup接口 所以如果以后有需要增加更大的储存容量也还是可以的 Power Supply我选择的是Corset最便宜的VS系列 里面的VS550 选择Corset这个牌子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讲 它们的Power Supply可靠性比较高也很稳定 然后Power Supply的稳定性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全部零件都要靠它来供电 所以如果还有什么不稳定或者有问题的话 还容易会把其他零件都弄坏 这样子在Power Supply省下来的钱就不值得了 所以还是要选比较知名的品牌 我上网有大概算过一下 我这整家电脑的配置 其实只需要差不多400W左右就够了 不过我买到550W的Power Supply 这样子是让这台电脑在以后有扩充的空间 比如换一个更好的Graphic卡或者加更多Storage 总和了以上所有的电脑零件 我组装这台电脑总共花了2900块左右 因为一直有新产品和关系 所以其实这些电脑零件的价钱一直都会在变动 大部分都比我买的更便宜了一点 其中我有注意到的是 我用的CPU Ryzen 53600 它现在就比我买的时候便宜了差不多要100块 所以我买这些零件的价钱只适合参考罢了 在install好Windows还有全部需要的Driver过后 我对CPU Graphics卡还有RAM做了一些Test 确定它们全部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已经有用这台电脑剪了几个4K的影片 整体上用起来还是很顺畅 我在剪片的时候 我开的Preview Resolution是满的 也就是4K 在做基本的调色还有剪辑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卡顿 目前为止也还没有遇到Premiere Pro crash掉 现在就来看我这台电脑在export4K到底比我 我会用这两台电脑来export同样的4K影片来让它们做比较 我在这个影片上面有做了基本的调色还有上字幕 整个影片的长度是在5分钟左右 新电脑在export这个影片的速度比旧的手机电脑快了很多 旧的Laptop花了1个小时左右才export了20% 也就是讲如果我要完整的export完这整个影片 会需要接近5个小时 新的电脑就只用15分钟就把整个影片export好了 这里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差距 不过这个结果其实也在预想内啦 毕竟它们两个的CPU差了差不多4年 不过有一个要注意的是 我在export这个4K影片的时候 新电脑的CPU它的温度最高有去到90多度 这个算是蛮高的 长时间render的话应该会降频 所以如果很长剪片的话 应该还是需要换一个比较好的CPU风扇 这样子散热比较好会把那个温度控制到比较低一点 不会有降频的情况 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